老公 我们是不是撞到人了 好像是快下车快下车 哎呀没事老公就是个臭农民工 快别瞎说了赶紧看人有事没有 来兄弟快起来 哎 懂得摔点了疼不疼 没事老板 哎兄弟是不是把胳膊摔坏了 我还是领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我胳膊没事老板 不用去医院了 哎呀要不我还是赔你点钱吧 人家都说了没事了 赔什么钱不用赔 不用赔钱老板 我没事 我这赔你钱你也不用 拉你去医院你也不去 你这着急忙活呢是要去哪呀 要不上我车吧 我拉你去 是这样的老板 我早上捡到一个钱包 召集去派出所 把施主召集 哎老公 这不是你早上刚丢的钱包吗 啊 这钱包怎么会是你们的呀 小伙子 这个钱包啊 还真是我的 这里边有一万块钱 现金 三张银行卡 还有我的身份证 不信你打开看一下 还真是你的呀 我这着急忙活 找施主找一上午 原来施主就在我眼前 帮给你 谢谢你啊 小伙子 既然这施主也找着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老板 小伙子 等一下 你是做了什么工作的呀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 就在钱包工地上打工 没事的时候 出来捡捡屏事 我公司后勤部 正好有个职位空缺 你有没有兴趣 来我公司工作呀 不用了老板 不用了 我也不会做那个展会 也不知道怎么做 您的好意我就心里来 我就不麻烦你了 我相信 以你的人品 肯定可以胜任这个岗位 跟着我干吧 月薪 给你一万 啊 谢谢老板 谢谢 老公 就他这样的 能行吗 我说他行 他一定能行 爸 老婆 我回来了 儿子 你终于回来了 你看你找的什么媳妇 都激烈了 贩路不给我坐着吃 赶紧和他离婚 爸给你找一个比他强一百倍的 爸 这次我都听你的 爸 我回来了 儿子你回来了 这位姑娘是 这是我刚找的女朋友秀柔 叔叔好 哎 哎 哎 娜娜呢 我跟她离婚了 可以啊 儿子 看人家的个子又高又水灵 长得多漂亮 你看娜娜这么高点 爸 爸 以后秀柔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 您可不能欺负他 咱们一家人啊 要好好相处 没事 儿子 我以后啊 肯定把他当亲姑娘一样 没事 那行 秀柔 您在家呀 好好照顾吧 我公司还有事 我就先走了 放心吧 老公 秀柔啊 已经中午了 该做饭了 哎 你这孩子 我不是让你做饭吗 怎么不说话呀 你有没有搞错啊 让我做饭 我长这么大 可是没进过厨房的 我来你们家呀 可是你们家的客人 你有没有代客知道啊 什么客人 你来我们家 就是我们家的儿媳妇 我们就是一家人 儿媳妇就要跟洗衣做饭 儿媳妇就应该洗衣做饭吗 这什么狗屁逻辑啊 你什么你呀 我来是跟你儿子讲糊的 不是跟你洗衣做饭的 赶紧做饭去 我可告诉你 我八年的跆拳道 可不是白练的 不要跟我比比话话 赶紧给我做饭去 赶紧洗 洗完把脉孔刷了 爸 我回来了 儿子 你可回来了 爸 您这是怎么了 你这媳妇 什么都不干 大呼小叫 还想打我 你看看这地 我都拖了十几遍了 还不干净 爸 这不挺好的吗 你整天让我找个年轻的 漂亮的 个子高的 让我和娜娜离婚 这不我把秀容找回来了 正好符合您的心意吗 儿子 爸爸求求你 你把娜娜叫回来吧 我受不了她了 找回来干嘛 接着让您欺负呀 爸 我的婚姻 您总是指手画脚 现在您满意了吧 老婆 进来吧 爸 我是不会跟娜娜离婚的 我们呀 只不过让秀容 陪我们养了一场戏 我们只是想让您知道 什么叫咎由自取 很多家庭呢 都是受到老人的挑唆 男人打老婆 骂老婆 像这样的男人呢 都是三观不正 他们呀 都是废物 我告诉你爸 我呀 是不会跟娜娜离婚的 荣荣 谢谢你 没事 爸 在亲情关系中啊 夫妻关系排第一 子女排第二 父母啊 才能排第三 你 爸 您先不用着急 给我扣一顶大逆不道的帽子 您仔细想一想 如果家庭矛盾 关系不和谐的话 有哪个家庭是过得好的 爸 如果你真的爱我们 就要学会放手 如果你放手 我们的关系 才会更和谐啊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信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 你理解理解爸爸 爸爸真的不能去啊 为什么不能来 凭什么不能来 这都三年了 你和我妈 一次家长会都没去过 每次开家长会 别的同学 都有父母来 你和我妈 一次都没来过 每次不是有事不能来 就是有事不能来 为什么呀 我到底是哪里不好 我是学习不好 还是给你丢人了 姑娘 我真的不能去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爸 不行吧 明天你必须得去 就等我求你了 姑娘 你就听爸一句话 我有苦衷 大叔 大叔 你来别激动 到底怎么了这是 你不知道 我没法和你说 不就简单开个家长会吗 这不很正常吗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哎 是啊爸 你就跟我去吧 是啊 小伙子 你就别管了 不是大叔 我说你有什么苦衷 这开个家长会 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你看孩子伤心的 都哭成这样了 爸 你为什么不去给我开家长会 我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我给你丢脸了吗 我眼看着就毕业了 我就想让你给我开家长会 我就想让你去一次 你就不去 姑娘 你就理解理解 爸 爸 我不理解 我不明白 每次上学 放学 都是我一个人 你们从来没有接过我 大叔 我觉得您呀 总不能让爱留有遗憾吧 这孩子眼看马上就要毕业了 您总得告诉他 您不能去的原因吧 让他知道为什么呀 我家庭条件不好 在物质上 我满足不了孩子 但是我也不能去给他丢脸呀 你看我这穿办 能去吗 爸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 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们 也从来没有嫌弃过咱们家条件不好 我 我只是想让你们去给我开一次家长会 大叔 孩子做的挺好的 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那孩子不从来也没嫌弃过家庭吗 这样 我今天 这有一万块钱 您拿着 不不不 小伙子这钱我不能要 不能要啊 大叔 钱您先拿着 您听我把话说完 今天呀 我不能让你们这份爱 留有遗憾 我妈妈 我妈妈 需要人人都先出一点爱 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天 耶